大叔 大叔 满意没有想到这里 嗨 大家好 这是我的妹妹 乔西 对 那我们今天要去哪里呢 我们今天要去竹莲寺 竹莲寺 对 那今天的导游就是我们的大叔 大叔呢 就是我妹妹的老公 然后因为他就是对庙与文化很有研究 所以今天的话我们就是一起要去竹莲寺 那我们今天要做什么 今天要教大家如何正确的拜拜基本流程 还有就是可能一些不能在庙里面做的事情 不礼貌的事情 好吧 那我们就等下在竹莲寺见咯 拜拜 拜拜 好 那因为刚刚就是我们没有带东西来拜拜 所以还是要买一些东西 那我们就买了运动饮料 运动饮料也可以 那还可以带什么 水果啊然后 这边呢是观世音菩萨 所以尽量是以素食为主 像饮料啊 水果啊 然后饼干之类的都可以 尽量以三为基准 一或三 六 九 三的倍数这样 再来我们看到有三个门 右边 中间 还有左边 然后进去的时候要从右边进去喔 中间是绝对不能走的 然后等一下出来的时候就是从左边那个门 好 走了 是龙边 龙边 虎边 要拿香还有金子 然后自己偷钱 然后自己偷钱 然后找地方放一下 然后找地方放一下 放这里 放在哪里都可以啊 对 然后我们先去洗手 嗯 先洗手 洗干净才可以白白 一丝一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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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香 咦 什么都没有 然後呢,這個有火,不可以用嘴巴吹喔 它這裡有寫 基本上就是一個位置 所以1,2,3,4,5,6,6 然後你拍一下這個順序 就是正常來講,有些這個是1,有些這個是1,不一定 如果它有特別標示的話,就以它為主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是習慣從最外面開始 好,好,好,你先過來,過來這邊 過來,過來 就是呢,會先在香爐這邊擺一下 然後呢,這個是主要的神明店 就是觀世音菩薩 然後在這裡,你就把你想要祈求 還有想要說的事 先跟神明說 可是重點是,你要先抱上你的名字 然後出生年月日,弟子家住哪邊 然後再說你想要祈求的事情 這樣 好 然後再來是順序二,我們要去外面囉 記得要從右邊出喔 右近你的右手邊喔 從外面看的話是左手邊 然後注意香要插正一點,不可以插歪歪的 歪歪的都不對喔 然後呢,我們又要從右邊進去了 然後呢,我們又要從右邊進去了 然後主店拜完的就是拜旁邊的 然後你看進到右邊有兩座的話 就從這邊開始 這裡開始 然後你看這邊又有一個旁邊的 然後它也是有三個喔 一樣從中間開始 反正中間就是第一個 然後再來右邊,再來左邊這樣 然後你看這邊又有一個旁邊的 這個是助身娘娘 這個沒有想滷的話就是用想拜拜就可以了 然後你看前面有人 旁邊有人在拜拜的話 你盡量從他們的後面過去 不要穿越中間這樣 然後我進去看你們 像這邊還有三個啊 然後我只剩一炷香 然後你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是你這邊拜完,就把香擦好 然後另外旁邊再用手拜拜 或者是中間拜完 然後兩邊擺一擺 然後再擦箱 都可以 這個是那個光明燈和安太歲 就是比如說今年農民歷上會說 衝到生肖數什麼的幾歲 然後就可以來這邊安光明燈 或者是安太歲 然後生命會保佑你的 旁邊這個一株一株的都是 好開始了嗎 好我們今天拜拜就結束了 然後跟大家統整一下 是一些注意的事項 主要呢就是 右邊進 左邊出 然後中間主神一定要先拜 然後再來右邊 再來左邊 然後裡面的話就不能大聲喧嘩 不能跑 跑 不能吵 不能鬧 然後 然後 就是如果你前面有人在拜拜的話 不能從他前面走過去 盡量從他後面繞過去 再來是一些禁忌的水果 比如說巴勒 番茄這些 就是裡面有紙 對神明來講是不敬的意思 還有釋迦 釋迦長得像釋迦摩尼佛的頭 也不能上去拜 大概就這樣 好就這樣囉 掰掰 好那我們已經要回家囉 所以希望今天大家就有學習到 如何在廟裡面拜拜 還有就是不要做一些不應該做的事情 這樣子 OK好就這樣囉 掰掰 掰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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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